上次我们在实况的时候有炼金嘛 我就实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炼金的时候 大概两蓝加三绿可以欧到什么东西 结果没有欧到任何东西 就大概就是后来就剩下一些这个龙斗士的臂甲 然后再剩下这个一些弓嘛 然后我把这个龙斗士臂甲挂上去我们商店里面卖 结果都没有卖到好价钱 所以基本上我后来我就把它下价嘛 那下价我想说我们伺服器其实龙斗的这个装备已经非常难卖了 那我再卖下去大概也是降价降价 然后降价应该也不会人买 因为在降价降在低大概也是买去当材料 就需求就很低 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我把我的那个龙斗臂甲现在身上还在 现在身上还在 我这边还有一个 龙斗的臂甲还有一个在这里 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画面把它缩去旁边 缩去旁边 龙斗士的臂甲还在 这边原本有三个啦 然后现在剩一个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蓝弓 这两件是上市剩下的 然后我本来有三个龙斗士币甲啦 啊 今天下午就想要把 我就想说啊 不然这样好了 我再拼一次这个 这个所谓的炼金术 然后我就把它拼下去嘛 那在刷刷刷的时候 我一样是刷成是蓝光 然后一样是蓝光 然后它的字叫做 值得试一试 值得试一试 就这样 然后纸光嘛 应该说是纸光啊 不是蓝光哦 纸光 然后值得试一试 我就把它按下去了 然后按下去之后呢 在后面还有一个确认的画面嘛 那在这个确认画面 按下去之后 它也是亮蓝色的 它也是亮蓝色 然后我那时候我看 我看一件啊 我的那个牌组里面啊 就看到了 它那里面的蓝砖不止一件 好 那我就看到了符石 那基本上哦 你只要在整个牌组里面看到符石 而且又亮蓝光 基本上你拿到的就会是符石 因为符石出现的几率已经是极低 那它有出现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亮蓝光 那一颗符石就会是你的 就是符石的变换石 就会是你的 那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纠结说 我抽到纸光的时候 我刷到纸光的时候 要不要看字 好要不要看字 好那以下我的分享 是我自己的心得 那如果你们觉得说 这个可能不值得参考的话 那你也听一听就好 我做了一个统计 我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我把线上 网络上可以找到的一些 练金术的影片 好我都把它一笔一笔 就是我看到包括实况组的 包括玩家的 我把它一笔一笔一笔的 全部拉出来 就是我记录了它 合成到 它在 在 练金之前的那个 水晶球颜色 还有它上面出现的文字 比如说紫色的 然后 这好像是什么英雄的气息 英雄的勇猛气息 这样子 我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 它最后抽出来的是什么 这个火焰 然后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一套 目前的话 大概记录到60笔左右 目前大概记录到60笔左右 数量不多 但是 其实在第一天冲完之后 我发现 一个 通常一个人 大概 冲十几件 就是有公开的 没有公开我们当然不知道 一个人大概冲十几次 十几次 就已经是一个 蛮多的这个数字了 好那小编自己也冲了将近 将近十次嘛 好 然后全部的统计出来之后呢 我发现 我 我发现 我把那个 反正excel嘛 然后就做了分析 其实我发现喔 呃 总共有四种文字 会出现在一般 呃 出现在这个蓝装 抽 炼金的部分 好就是什么值得试一试 然后 什么英雄的气息 勇猛气息 然后总共有四句 总共有四句是在会这时候出现的 然后传说的非凡气息是你要拿红变 跟这种红色道具进去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好啊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基本上这四个 四句话 对应到紫色的这个火焰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诶哪一个 出现哪一句话这个效果比较好吗 但是小编必须很直接的跟大家讲 我们直接用数据 用我自己看到的数据来跟大家做一个 呃 告知 做一个告知 就是四种颜色 四种 诶更正好 四种文字 对于从在抽到紫光的时候 抽到合成成功的几率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好也就是说 你一样 有一样的几率是会失败 好那你也可以看成是有一样的几率是成功 好我所谓的失败就是降阶 好比如说 我今天我放了两栏一绿之后他给我一个绿的这种就叫对我来讲我就是说他是失败好那这四种东西呢 四种文字的没有一个是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并没有好所以所以我说嘛信者恒信那不信者恒不信就听听就好但是我今天出现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很多人喜欢看到是英雄的勇猛气息对好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那我再抽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指光就上就这样子很多人甚至在抽到符石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转那个他就直接按抽下去 好那有时候人家说是这个傻人有傻福吗他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直接中符石了好所以呢我在网路上有一些影片大家看了会觉得说哎这个有一点心理作用不过有可能啦他可能确实有一点影响或者是说他其实是一点心理作用或者是我们讲的叫做都市传说好那不管如何啦我觉得他至少那样的方式可以让你在完全没有想法的时候好他给你一个 这个比较确定你就是你可能心理会比较安慰的说哎我这时候点下去是可以的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同样的这些文字呢四种文字统计出来失败的几率在我的观察里面是一样的好那这个的话就当然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呢就大家自己再去研究一下其他实况组合成的这种影片好那小编的话是把它统计出来然后把这个结果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